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个中产党 今天讲这个话题 牵涉到万国地产霸权 地产商最近开始转用一种新的卖楼方法 叫做暗标拍马 一路有用,但没有规模 一路有用,但在豪宅,没有在小楼 我要用小市民和泛民的角度 是没有明目张胆 现在影响公众利益 因为很多小市民都被拍卖制度压了 现在我们要求政府限制 我忘记了议员 好像要将某个百分比 我听过一个民主党议员的建议 譬如说,多少钱楼下的楼 不可以有暗标 又或者是除了特色单位之外 除了特色单位之外 除了特色单位之外 又或者就算是10%至20% 才可以当内部应扣给你暗标 但不可以公开使用 首先,我们经常说中产阶层 不喜欢听的东西 这次亦没有办法 既然有Kelvin这个经济专家 我当然会代回那些 我又不会说他们是无知 代回我们这些小市民 问回一些问题 因为始终都是客人 也有听说 我们无论直接去侮辱他们 我很喜欢周显大师去说 为什么我们发觉 有很多房屋政策 土地政策 是很多我们的看法 为何我们会跟这些 一般的中产会距离那么远 或者是不同的中产 一般的市民 就是原因是 他们通常都没有卖过楼 讲股票,没有卖过股票 平常土地政策 没有投过地 不是,那些人不是没有投过地 就是土地研究社 是完全连楼都没有卖过 甚至也没有考虑买楼 甚至很多人 可能连公屋都没有申请过 因为由小到大自己住公屋 就是他们完全都没有卖过楼 或者买过楼 不过他要为了讨好那些 没有卖过楼的人 都要假扮自己好像没有卖过楼 大部分人 他完全是 完全是 基本证 我看见有些人 有些人不要说其他人 就是他连 又没有交过税 又不知道怎么 就在那里讲什么 资产值税 就是说些什么 就是说些东西是完全九五八八的 就是大学说 所以说大学质素 大学质素 都是这样 你什么叫资产值税 都不知道 就是资产值税 就是我觉得很离 又在那里单打 是的 我问得正要业 是第二个大学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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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不说 不是 从业大学质素 我们要小心 今天来说 我代表小市民 暗标拍摆的意思是 就是你好像政府投地 每个人入标书 例如哪个单位 我就投多少次 理论上应该要付些手续费 如果不是我个人都乱投 好了 那我投完 接着地产商就会公布 哪一个是投中这个单位 这个单位是多少钱 那个单位是多少钱 全部都是中标者去埋单 一般小说文 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什么 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是尹兆坚 为了请命的民主党议员说 有什么理由海警单位 在暗标的时候 这个低层单位 在暗标的时候 那么贵 去到公安法校售的时候 那些高层单位比你更便宜 那不就卸了底 又或者园景 竟然比海警更贵 是的 那我又代表其他小市民说 我明明投10楼A室的单位 就是200 但现在没有那么便宜 800万 喂 旁边那个10楼B室单位 跟我差不多位 它暗标就750万 我不是卸了50万 你怎么搞到我这样 你都像鱼蛋伦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回答一个头盔 你经济学的角度 逢你说这个好处的话 其实旁边那个一定是赚了 你说这个买贵了的话 旁边那个太空空 我便宜了 可能不出色 海警的话都这么便宜 正 我的高层又便宜了 首先有这件事 但可能会令到地产商赚更多 那这个就是鱼蛋论 是不是赚多了 关你什么事 不是啊 我是地产商 不要说那么多 那全部卖最高的价格 那全部卖800万 那大家都没事 那是不是很开心 其实地产商这样 如果我从这个 价格来说 从价格来说 首先第一转 就杀了最蠢的鱼 然后剩下那些 问题就是如果我有一个公平的价单 我一个公平的价单 那公平的价单 那公平的价单就没有鱼 于是我就不能先散一层鱼 然后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 第一层 杀了一堆最强的鱼 然后再一个都要最公平的卖 那其实是最好处的 就是以前是怎么样 以前卖东西 以前在鲜丝百货出现之前 是没有名买实价的 因为这是鲜丝发明的名买实价 那大家就是这样 无端端有个人撞他 其实股东 无端端有一条生鱼过来 生客来的 以后人家就熟了 用回一些一般人听得明白 就是以前的街市 你呀 鱗鱼40元 然后他买了 那你死了 后面有个熟客来 15元可以买 后来有些百货公司 就说明不讲价 总之你来这个价就是这个价 1920年就成了一次 所以这一样东西 其实一直都存在 我有两个看法 首先我不是说帮谁说话 大师可能说那些是鱼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呢 传统经济学 投标 架高者得 好处是什么呢 大家不一定有鱼的 各个的资讯可以一样 都是很聪明的 就是说买这么大人马的东西 他拍卖的好处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真的可以保证得到他 真的很喜欢那个单位的人 总之我这个价钱 我是觉得我出的时候 我是觉得合理的 我负担得起的 我觉得层楼值的价钱 是高过我出那个价的 那么他就会投个价 那么它的好处就是说 其实资源分配的角度来说 是有效过你出个定价的 因为你有出个定价的话 可能我层楼一千万的 层楼一千万的时候 他传统卖的方法是怎么样呢 就是你要留意一下 这个就是大师刚才说的 你都没有买过楼的 根本都不知道现在买楼定价是怎么样 他出了个价单 接着要抽签九十几样 然后又要很短时间 可能要决定买还是不买 那变成其实它是很暖聋的 那变成一个情况是怎么样呢 可能他定价一千万 但是我愿意出千五万的 你愿意出千二万的 那大家都想要那层楼 但是因为你抽签排了后面 是的 那你买了 你就一千万卖了 那你这些就跟那些黄牛菲一样 你就炒了 那些楼一般小市民怎么买 但是因为他原本的定价低了才有这个可能 是的 但是他会收回 那现在如果一千万 起码我们人人有机会 平均抽签抽到 你现在拍完 那你就会累到我们 买不到便宜楼 你现在累到小市民 你被地产商赚尽 你被一般市民买不到便宜楼 我和你一起入标的话 他可能跌到千万 你可以出价出到千二万 你都还会采用出价 我千二万 我都逃给你 我告诉你 我会怎么回答你 所以就应该建了公屋 哈哈哈哈 通常投标会采用什么状况呢 就是什么情况 就是那些都是professional buyer 譬如你说进去申请赌场 或者很大价的楼 那些就是professional buyer 所以大家还会采用投标制度 通常如果投标制度 你有一些就是鱼 现在问题就是眼睛 你整天觉得人家是鱼 八百万和一千万万 你不是鱼 但有些人是鱼 究竟那些是不是鱼 如果那些是鱼 那些会中复呢 我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我其实延续周显大师说 一般小市民那种很不安全感 你现在明码实价 我可以计得到 我买到还是买不到 现在我没有明码实价 我不知道下什么价 我会被人家找笨 你自己的价钱 我不是专业的投资者 你记不记得了 是记得了 第二个价格就是说 我有写一个价 你就是入自己的票 然后就给人家的价 给第二个价格 给第二个价格 理论证明就是这些所有的奥充的方法 你暗标好 明标好 叫上去好 叫下去好 给自己的票好 给下加的票好 全部对于卖家来说 预期的收入都差不多 但是这些 当你说 那是你自己决定了 你不买的 那就衍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算是有少少知识 但不代表他是聪明的 都可以有很笨的人 他就会说 因为暗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卖家掌握了所有资讯 买家的资讯 他有什么资讯 他可以知道每个人投标是投多少 但事后才掌握 是的 他是不知道的 他有个风险 虽然他说可以出个抵价 是 为什么会有时候 投标会有个好处呢 他市场太过滑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价 他出了一个价单 可能没人买的 是 他很仰衰 然后收回 于是乎要假牌拿出来 这件事很仰衰的事情 都不是第一次做 是的 都会发生狂的 是的 他如果价高者得的话 他说原来每个都出这么低价 那就算了 低低都买他了 他也想知道 刚才周英大师说 你搞得暗标 每个都是professional buyer 就可以计算到价值最准 但是我们这些小市民 不是我们很严寓的 buyer 一生人可能第一次买楼 我们都没有任何资讯 我也不知道下什么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围住 以前买楼 不要备出什么时候 就是围住一来 税一来 然后无端的买楼 很多时候是非常愚蠢的 买楼行为 但问题就是相比 这些都是有关的 跟他刚才说 刚才我说的就是资源分配 加高者得的话 是相对比较有效的 比较定价 第二个问题 那些人投诉就是 喂 刚才我说的 有个议员都是这样投诉 要他很短时间要他下标 又或者是怎么样 这些就是没有买楼的说法 就是说 刚才大师说的 相对 就算你去一般的买楼现场 你也要很短时间 是更短时间的 是更短时间的 因为我说 喂喂我买 你买妆都要走 我过来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其实不是他的售方 卖楼方法 究竟是定价价单 还是你投标 反而是资讯的披露 是不是要全部 你买之后 价钱是多少的话 就清楚地告诉你 现在其中一个 投诉的话 不是完全没有理据的 而且法例里面 都是要说清楚 你要卖了 即是你没有价单 投标的话 但你成交多少钱的话 其中一个争议就是 它有很多的 就是退款 给折扣 究竟是否清楚 有人投诉就是 你入比特币的价格很高 但然后有价格 可以回回钱给你 但是以前买楼 那些也有回的 就是 现在不出标 或者以前那些 不是 简单来说 周远大师和Kevin 现在所有人批评 暗标价出现的问题 例如说 去隐藏资讯 很短时间之内 作出决定 其实全部都是传统的 买楼市场都有的 传统都有的 我不明白韵兆坚 你批评些什么 他们可能传统的时候 没有买过楼 还是不知道 现在买到楼 是什么 愚蠢兼无知 市场上 我经常说楼价 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愚蠢和无知 当然有些人 我又觉得要重新 是奸的 是奸的 是 即是 stupid 我不知道 但有些 是必然出现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有这么多 人可以出来说话 所以我觉得从资讯披露 究竟是拍卖 还是定价发售的时候 就不是说比较这两样 就是比较资讯披露好 又或者卖楼的程序 你觉得要给多少时间 他们考虑好 这个问题是定价发售又有 你拍卖又有 这个可以讨论的 但就不是因为你觉得 哦 现在你拍卖的话 有些问题 要盖了拍卖 因为你解决不了的 传统定价拍卖 传统不是拍卖的时候 定价有很多问题 因为我也尝试过 有一次去抽签 他又要你去 我觉得今晚不是 香港已经去不了了 他说不行 你要人去 你的意思就是 如果用暗标拍卖 反而是折散了某些 你暗标拍卖 你不用去那么多次 如果他比较时间 我看过楼 认为适不适合 之前拍过是这样的钱 我可以坐下慢慢想 然后想好国家 我这个也可以反驳你的 如果你这么说 就算暗标拍卖中了标 如果要你签字那天 你又不在香港 你又买不到楼 但做人要公平些 我又反驳你 所以就不一定你適合 但如果我 但他一 因为他签了买 我就知道要买 但他抽签的 他到时才告诉你 你抽到了 可能第一轮抽不到 所以我抽签的时候 我不知道哪里要去 他抽签的话 第一轮抽不到 你会自助到第二轮的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 我根本不知道 我那次为何去不到 我买不到 就是因为他抽签的时候 突然才告诉你 我第一轮有 但我不知道第一轮抽到 我认为第二轮 我刚刚第一轮抽不到 就是很多这些麻烦的东西 还有 选择你买的话 即所谓的选择你买的 即所谓的选择你买的 这些经纪 这些东西是 原本你定价发售的时候 都是有的 最后讲一讲 这些看法 或者我们认为那种优点缺点 这些都是 你是不愿意接受 永远都不愿意接受 你是觉得地产商暗标 是永远着数 我们买家永远失败的 有一样东西 我觉得肯定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问题 就是你没有顾及到买家的感受 这些有些行为经济的 就是我以为买到 最后我买不到 我以为买到最后买不到那种失落感 是比你明码实价差很远 因为明码实价就是 我也是付不起这笔钱 那就不买 那抽签抽不到呢 抽签抽不到 你明码实价 但入票的时候 要抽签 那也是你抽签 那刻还没付钱 但你暗标 你心目以便觉得 我已经付了钱 我应该买到 谁知道买不到 这种失落感 会转化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怨行 然后就会觉得你现在的地产商在剥削 是这样说的 这种非理性的怨行 其实在香港已经有所谓 就是多重量 你可以招少一件事 没有问题 但是当这种非理性的怨行 成为一种政治能量 然后是会影响到一个政策 那你就要考虑了 所以我要和一些地产商说 这是一个问题 地产商觉得你是白痴 就算当他们是白痴 你也要顾及它的弱小心灵 正如我们之前说的苹果一样 你不顾及这些弱小心灵 产生出来的那种效果 是可以随时令到你的利益受损 那你应该要计算下去 好 这一集就到这里